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十三年 青崇德五年 皇太极出兵驻以州城 在益州屯田屯兵 并开始陆续包围围困景州城 益州距离景州仅仅九十余里 当时守卫景州的大将则是名将祖大寿 景州城在祖大寿的布防下 严防死守 两响充足 被围的明镜不但没有动摇 围城的清军反而差点崩溃 逼得清朝名将多尔滚 甩布下后退几十里 以免被明镜冲出来自己没有退 皇太极得知后大怒 变了多尔滚的职 罚了他的俸禄 之后在景州城外又加注了一道围困景州城的防线 把杏山 松山 明远城的联系阻断切割 同时 皇太极还派兵在景州城外不断清除明镜距离 景州城彻底沦为孤城 祖大寿写信给崇祖求救 崇祖心急如愤 命逢城仇前去解救景州之文 逢城仇表示 没有十五万的兵马和足够的梁下 根本无法解救景州之分之中 崇祖则表示再度 于是 令各部门调集全国之兵马千两 公元1641年 即大名崇祖十四年三月 洪城仇率领全国各区调来的八位总兵十三万人马 从上海关出发 平往宁远城 以宁远的基地向宋山 杏山推进 一届景州州 洪城仇的战略是步步的营物 逐步从宁远 塔山 高桥 宋山 杏山推进到景州 最后于景州城里的邻军出印 离鹰外河夹击清军 作为统帅 洪城仇不敢轻易冒进 一直在陵远暗宁 亏似景州势探 而在朝中 总兵尚书陈兴甲串动下 崇祖皇帝以兵多抢劫 决定速贞速决 便死催洪城仇进军 于是分任马绍玉 张若林为兵部职方主师 职方郎中督促决战 都军到营之后 对洪城仇的战略指手发脚 而都军又对皇帝直接负责 宁军营中 此时不知道该听谁的 在此同一时期 张献忠转战湖北 河南 先后攻克隋州 信仰 李自成在开封久违不下 转战河南 崇祯此时迫切的需要 来误定当下的政治局面 于是崔碧 洪城仇即可出兵 7月26日 洪城仇在宁远逝施 率领全部明援军抵达景州 28日 大军抵景州城丰山一带 29日 宁军将郭中 率领所部攻打西士门 清军前大将 七二号 试图以野战打破明军战略意图 发动了多次攻击的攻击 党军在洪城中发生记载 清军均已惨白收场 清军 reality 提则 凉 龍王 龍王 救命 救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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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